如果说西藏是世界的乌籍,那么阿里则是乌籍上的乌籍,这里离天很近,云层很低,这里大地辽阔,雪山延绵,湖泊空岭,这里人口西上,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,西藏往西,才是真正的西藏,往西就是藏西秘境,天上阿里。 第一,阿里是万山之祖,港人波齐是港狄斯山的主峰,是笨教,印度教,藏传佛教等宗教的神山,他们都认为这里才是世界的中心,一切的源头。 纳布纳尼峰海拔7694米,与海拔6638米的神山港人波齐山,遥遥相对,是喜马拉雅山西段中国境内最高峰,藏与意为圣母之山。 西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,是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中,排在第14位,是唯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以上的山峰。 第二,阿里是百川之源,马庞庸错是中国湖水透明度最大的淡水湖,藏地所称三大神湖之一,也是三大神湖最大,因为处于阿里地区很原生态,狼错仅仅的依靠在圣湖马庸庸的旁边, 在它的溪边,勾画出一个美丽的月牙状,同样蔚蓝的湖泊。 渣日南木措是西藏三大,咸水湖之一,是观赏渣日南木措的最佳位置,从这里开始更加的人烟稀少,逐渐进入藏北无人区。 西藏以西,才是真正的西藏,藏西秘境,天上阿里,卓马在这里等你。 西藏西德乐,我是卓马,我们是做香港,澳门,台湾,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,欢迎联系卓马,我的微信号是418992,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atgmail.com 试试語字幕组� я wayné。